而我们知道要振兴地方 我们需要很多的新的idea 小桃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在行动党总部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的活力 无论是在政治上 在地方政治上 甚至是2022年 我们再一次当了 做了政府进了固城之后 他进入房地部工作 我跟他谈了好几次 他对政策有很多很实际的想法 他对国家的发展 对地方甚至小到民生客体 垃圾该怎么处理 政策落实有什么问题 他都是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 我们要的不只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员 我们要的是一个 对政策有想法的一员 不然的话他就只是 接你的投诉解决问题 有垃圾丢垃圾 没有水送水来 没有了下一次 问题又重复 不是很无聊吗 头痛是Panator 脚痛也是Panator 问题是 我们希望一个有创意 有想法 有政策理念的年轻人 可以把新的想法 带进新骨毛 用不一样的方式 从政地方 欢迎订阅 我们下一次 期待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再见